好 歡迎回到我們鱸蛋當家 這一part呢 我們請到了兩位特別來賓 來我們介紹遊戲好不好 那麼歡迎來賓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兩位 好 那我們原住於在前陣子 在麥卡貝辦一場比賽 完美的結束掉了 不過在總決賽的時候 有事纏身啊 那時候好像是葉子在幫我們播報 最後一場 有什麼想要分享給大家的嗎 因為那時候我看了好像四場吧 四個禮拜 三個禮拜 之後就突然換成葉子了 所以你可能有點銜接不上 對啊 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當時的心情 當時的心情覺得比賽打得還蠻精彩 很激烈 我是不知道激不激烈啊 看起來應該是還好 那遊戲蠻靜態的 不會啊 就是應該怎麼講 就是感覺出來玩家在外面 因為他們都聊得很開心 因為可能平時大家玩手有沒有什麼機會 有這個活動可以大家聚在一起聊遊戲 那一天麥卡貝大家玩家在外面聊得不亦樂乎 聊到我們都已經下班結束還在外面聊 有這麼熱絡 對啊還蠻熱絡的 那我們今天副製作人小卷 好不好 是不是有什麼改版資訊 要分享給我們麥卡貝的觀眾 是 略為緊張 對 略為緊張 對 今天主要就是 各位觀眾大家好 對 我是副製作人小卷這樣子 然後 其實今天主要就是要來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說我們元素物語 就是在後天要進行第一次的大改版 對 然後我們會有蠻多的改版資訊 跟改版的活動 專屬的活動想要在這邊介紹給大家這樣子 那我們好像有一張圖卡可以看一下 好 那我們的副製作人介紹一下 好 那這邊 稍微講一下就是我們大概的一個改版內容 首先第一個就是我們大會模式 會修改成初級跟上級 然後在獎勵的部分跟任務的部分 都會有一些優惠跟調整這樣子 對 因為會改這個其實當時大會在 在我們元素物語的生態 炒得很兇 怎麼說呢 對 因為我們之前大會的規則是 我B級只會遇到B級的玩家 對 就導致說 因為大會是類似賭代幣 我B級我只要一個人稍微強一點 我遇到B級的玩家 全部都是一路屌打 我們S級就是我們遇到對手都很強 我們很難才贏一場 但是我們卻被放在一個同一個挖宮裡面 所以它現在才要分成初級跟上級 原來如此 可以理解也可以理解 然後現在是要改動這個是不是 他說修改初級與上級是什麼意思 就是因為我們的競技場階級 它其實是從S開始往下 就是有S A B C D E這樣子 大概有這樣子的分法 分成初級與上級 就是說上級就是S跟AB 是分在上級 初級就是把C跟D擺在一起 那這兩個你可以看成它其實是不同的兩個賽制 所以有一個就是S A B 一起打 可是S A B的獎品跟這個初級 就是完全就是分開 他們的獎品都是分開的 就好處是它就是先減少這個 比如說你B可能會很容易遇到 因為當時就是剛講B遇到E 然後就打到後面 就像我第一次全國大會比起來 旁榜上幾乎都是B C 反而是真正強那種S級玩家 都沒有上不去 上不去 對 因為競爭太激烈了 反而是你那種B級玩家 隨便強一點的 就一路打到你 所以改版之後還是有分這樣的階級 只是就是融會成上跟初級而已 應該說就是讓初階級的玩家有這個機會 可以拿到他們一些優惠獎勵 是讓我們S級的玩家 才會覺得說有照顧到我 因為當時每個玩家都跑到粉絲團那邊去罵 就會變成說可能有些時候會造成 比較B C級的玩家 比較容易拿到全國大會的獎勵 但是如果它明確的分開以後 就變成兩邊其實各自有各自的全國大會 那兩邊的獎勵會不一樣 那你要拿到更好的獎勵的話 那你就要從初級還是要 一路往上爬 對 你還是要一路往上爬這樣子 一路調整了公平性問題 對 或是你就是要盡量獲得勝利 來讓你的階級爬升這樣子 對 好 可以理解 那它這個競技者出新的獎勵又是什麼 這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的模式裡面是 其實你玩家一進去競技場 就是譬如說好 就是如果我是比較新的玩家 可是我可能進來 剛開始進來玩的時候 我就發現 欸 為什麼裡面已經有好多勞手 然後好像我就是 在裡面就是很容易 就是被一拳打趴這種感覺 那它現在就是說 在最開始的訓練模式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會讓你 可以更快的拿到一些 競技場的角色 譬如說貞德還有拿破崙 你可能或許你打個五場十場 它就送你類似這樣的制度 會有新增這樣子 對 就是鼓勵新玩家再多打競技場 沒有那麼多問題 好 那這個取消好友機制 怎麼會使用團隊機制 是不讓大家交朋友了嗎 不是 應該說 就是目前的狀況啊 就是說其實日版也有這樣的 也有發現這樣的狀況就是說 它覺得好友其實數量那麼多 其實意義沒有很大 不如說就是 就是說我真正在打好友 可能就是那十個人 那我們就這十個人 我只要這十個人當我的進來 因為我們現在新的機制變團隊 那就進來以後 我就是可能就只要跟這個團隊裡面的人 一起打協力啊 然後一起怎麼樣 我就有更好的物品掉落率 我覺得有畫面要不要用畫面 就讓大家看 也是可以 用聽起來的就像是大團康變成小圈圈的感覺 對 好像有一點這樣的感覺 是不是 但是它的用意應該不是這樣子 聽起來有點危險啊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已經改的 沒有這是類似官方特別的測試 官方的才有的APP 這個是麥卡貝特別版 為了 因為現在我們正式版其實還沒有上 還沒有更新 就是我們後天改版以後 才會出來的東西這樣子 後天的改版 對 那我可以這邊先看一下這個團隊的介面 它會長這樣子 哦 蛤 對你可以看到我當初取名的時候 就是叫麥卡麥卡 對 這就是一個 這個麥卡貝的專門示範板 這樣子 急消霧感覺 對 那你看到這上面你可以去點 他們的角色 這件是我的團圓 但因為我們現在就是只有我跟嘎明兩個 對 那如果你的變多的話上面就會 那個圈圈會變多 看起來比較熱鬧一點 對 那同時就是說 譬如說如果你 譬如說你剛打完某個試煉或是什麼的話 它其實在上面會有一些資訊 對像這樣子 哦 會出現一些訊息 它會出現一些訊息 你可以去按 可是原本的好友就 就沒了 對原本的好友就沒了 所以會把原本加進來的好友都洗掉一次嗎 對這個部分 哇那還真的是鼓勵大家不交朋友啊 真的 真的 有這麼一點 有這麼一點過 因為這個機制其實是 這個有詢問 其實是有詢問過日方 可是因為當初日方的做法也是這樣子做 那我們並沒有辦法把它很直接的轉換過來 解開的 可是它這個有沒有什麼 就是它團隊 那團隊到底是有什麼團隊的好處 是啊 團隊的好處的話 它現在有比較明顯的改變 就是說 以前的話我是要邀請滿三個好友 就是三個好友一起打協議的話 是我的協議的那個掉落率才會是四倍 但是現在改成團隊以後 就變成我只要兩個人 就可以達到掉落率四倍的這個效果 簡單來講 就現在兩個人等於之前的四個人的好處 那現在如果找滿四個人了呢 還是就是 還是就是了 但是找滿四個人的話 就變成說你的角色的能力的提升會比較多 它還是有對應的比較有一些加成 但是還是有加成 比以前好就是適合 對就是說 如果說 在掉落率的方面來講 是會比以前好 還是有比以前好 可能有些人沒什麼朋友 還是只能兩個人 這麼系統就沒人使用 這麼說也對啦 這又兩台手機 對 終於不用再四台手機了 因為如果你總是要湊齊四個人的話 其實說真的是比較沒那麼容易 也是 比較沒那麼容易 好不好 我自己玩一些遊戲兩個人就已經很困難了 對 好痛苦啊 LZ有沒有什麼話想講 我看你這樣無趣 不會不會 你有沒有玩過元素王座 沒有 現在是 你連一直都念錯啊 為什麼可以元素王座 為什麼可以元素王座 不行不行 可是我想問你有沒有玩過王座耶 我就是那個 好不好意思 現在我們再聊給遊戲 OK 14歲 好 我們再看一下 他下面有一個進化究極融合介面優化 是可以先展示看看嗎 好 那我先講一下就是說其實 以前的狀態啊 就是說如果我要進化某一隻角色 那譬如說我現在可能按進來 我就是必須要先點到這個角色進來 然後我可能再去點 育成這邊 那現在這個角色其實進化完成了 所以就沒有那個進化的按鈕 可是如果是現在的話 就變成說 我比較不需要說 我要去搜尋我的角色 哪些還能進化 我只要按左上角的這個 進化指南 左上角就有了 這麼好 哪裡啊 我這邊是攝影機啊 不好意思啊 左上角 死角 對公告下面有一個 進化指南 進化指南 好不好 進化指南 那這邊的話 其實就會直接列出說 你有哪些角色還能進化 這些是幹嘛用的 這個 這個地方就是等於說 真的你 你已經 你有 他等於是告訴你這些角色還沒有進化 那你只要去點進去 就可以知道說 欸我要怎麼樣去進化他 聽說你看第一個 布倫希爾德 他上面就會寫 石板丟過關卡開催中 那我只要點進去 我再點到他的 他馬上就可以直接到這個頁面 對 我們原本就是要到另一個畫面 像就是得幫你 藍人包一下 對藍人包 對比較藍人包 直觀又快速了很多 然後我可能再點一個 石板曲的方法 那他就會告訴我 喔這試驗曲板中 我就直接跳過去就可以了 看得出來看得出來 對 那像第二種呢 我覺得他第二個設計的比較好 我是這樣覺得啦 不是啦 不是這個第一個 這個就沒有 救急融合 救急融合 就是我們卡片有個另外 另外在一種突破的方式 就變得更強的管道 就叫做救急融合 以前救急融合 因為我們救急融合 是需要收集其他卡片的素材 你看像這邊按詳情 你會發現他需要收集其他的素材 蠻多的 對他在以前遊戲的界面來說 收集那界面 就是沒有那麼詳細 你一定還要按到那個角色的進去 然後去看說 我要這個角色的魂多少 我要這個角色魂多少 然後就是 然後就一個一個去記下來這樣子 那現在在這邊的話 就是比較直觀一些 那你也可以在這邊 就是 譬如說你第一個條件沒達成 我就預成 因為他99級嘛 然後我就可能去灌魂 就可能去灌他的魔力啊 或什麼讓他到99級 那後面的話 主要是試煉的部分 我就可以 譬如說 你看下面這邊有一個收集魂力 那就表示這個試煉是打開的 你現在就可以去打 那上面的這些就是還沒有打開的 可是你可以按一下 我就可以說 我可以預約 預約是怎麼樣 對 預約就是說 當這個試煉下次打開的時候 他就會通知我說 我可以去打試煉 跳提醒 就會跳提醒這個東西 通知提醒 對 但我們更歡迎你說 直接按下這個 立刻前往試煉開放 只要花費少量水晶就可以 好 有些人就是比較高 如果你真的很急的話 我覺得這個方法也不錯 也是 對 大家比較高的話就會有預約 對 那這個 這個方面的說明 主要是這個樣子 對 那 下一個是 可以選擇兩倍速度的 戰鬥速度 嗯 是我們等一下再看好了 因為等一下要介紹一下戰鬥速度 那先講一下 對好 那我們還有一個 怪物籃選籃 篩選籃 篩選籃 這個是 我看到了 我剛剛還想要唸成 怪物篩籃 篩選籃 對因為我真的是少看一個字 不好意思 篩籃 眼鏡比較髒了 通關結算畫面的話 這應該也是等一下戰鬥的時候可以看的吧 對 其實我們應該現在 我可以大概稍微講一下 篩選是 就是選他的種族啊 屬性啊 對 只是以前的話 選項的 選項的類別會蠻少的 那只是說 因為 目前的話 就是其實玩家已經 也晚一段時間了 怪物會越來越多 所以現在篩選的部分 就是會變得很 可以變得很細 像 如果說你是要打試驗對策的話 這邊就會有狀態異常跟核心的 那你甚至在點技能 比如說我點這個攻擊 它其實裡面還有更多的 你說攻擊有很多種嘛 你是要單體的 你要全體的 還是 隨機目標 或是特殊攻擊之類的 它分得很細 對 它可以分得很細 就等於是 如果你真的只想找某些怪物的時候 就是可以利用這個篩選功能來做這樣子 滿方便的 對 甚至你看連性別也可以選 哎唷 還可以雕選個性別 對還可以雕選個性別 而且是無性別 而且我們還有分 男性女性 什麼是無性別啊 我們來看一下無性別有哪些 無性別我知道比較經典的怪物是那個啦 就是 廢就是那個 就是大會可以拿到那一隻 但我現在這個角色 我現在這裡這個帳號裡面 對廢爾嘉 廢爾嘉是沒有性別的角色 對 因為我們有些卡片是針對說 我對男性殺手 還有女性殺手 女性特工啊 對 女性特工或是男性特工 對 那我們應該 我目前是還沒看過那種 對無屬 對無性別的特工 對 對 大部分都是 還有專業的特工攻擊就是了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是有收集到玩家的意見 才去做優化的嗎 對 這個部分的話主要是說 可能有些玩家會覺得說 欸為什麼我的篩選就是 可能有些東西我是塞不到的 對 或是可能 我想要塞得更細 因為主要是 以前啊 怪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或是怪的能力 技能沒有那麼複雜的時候 以前的做法是過得去的 但是他越出越多 可能就 變成說我真的需要 所以還是佛心公司 然後包括進入戰鬥以後 然後速度加倍這個也是 就是算是 累積從以前到現在的玩家的意見 然後這一次改版就做了一個大 大爭利這樣子 對 沒錯 終於改動了 可惡 然後聽說這一次改版也釋出了 全新的台版專屬角 這是只有台灣才有的嗎 台灣 對 台版專屬角 那我們有圖片可以看一下圖卡 我們先那個 我們先講一下 我們還是先示範一下 先講一下改版的內容 還是把改版內容講完 好 那我們現在改版的時候 另外有幾個活動 是不是 對 有一個 蠻重要的一個活動 老友回歸這個活動 是剛剛key到畫面上那個訊號 我們先看一下有字卡的樣子 好不好 老友回歸尋找習日夥伴 這個1月19號的下午4點到2月5號的晚上11點59分 那個玩家只要能夠邀請一位老玩家回國 老玩家的資格 老玩家的定義是 其實這邊講老玩家應該有的人會比較 這個 有點混亂 混不清楚 對 會有點混亂 對 那我們這邊其實下面有大概有寫一下定義 因為我們 我們最新的文案應該是叫做習日戰友 或是習日夥伴這樣子 對 那他基本的規則就是說 其實你就是在1月4號下午6點前 已經創立帳號 而且你在6點到我們 其實就是今天的6點以前 沒有登錄過的玩家 對 這邊字卡有點少了幾個字 對 沒有登錄過的玩家 而且這些玩家要符合等級大於20 是符合我們的習日夥伴的這個定義 然後再看他上面說可以獲得 瘦20的六星愛迪 魂力20的六星愛迪 那這個角色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總之他就是一個很厲害的角色 那基本上就是說你只要邀請滿五位玩家 你就可以得到瘦99的這個角色這樣子 所以一個玩家就是5隻 對 而且剛剛是針對說我邀請你 我可以獲得這張卡片 就一個人獲得20的魂力 對 那被邀請的話呢 就是像圖片 對 那其實 就是被邀請的人呢 其實就是 也是沒有福利的 對 沒錯 因為你就是可以 你只要在這個時間 等於算是回鍋啦 那你就可以得到下面列這些獎勵 那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可以看到第一跟第三跟第七 就是限定角色對換券 這是什麼意思 簡單的講 簡單的講就是你在這個時間回來 然後你每天都回來玩 那你只要第一天我就送你一隻角色 一隻五星角 第三天我就再送你一隻 直接自己換是不是 對 我就是 自己跳還是隨機 我們到時候會有一個像交換所一樣的東西 你就進去 然後會有一票怪物給你選 你就選你想要哪一隻 想要哪隻你就拿哪一隻 我們現在的版本有辦法看到嗎 現在這個版本沒辦法看到 所以還是要等於之後 直接上市的時候才行 沒錯 但基本上只要知道說 你回來登錄滿七天 我就送你三隻角色 三隻五星角色 對 沒錯 還可以自選 對 還可以自選 那我們這邊送這麼多 然後又有新角色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字卡 就是你改版的時候登錄 還會再送其他東西是嗎 對 因為剛剛那個東西 其實它是針對回鍋的玩家 針對你回鍋的玩家 剛剛那個只有回鍋的玩家 慘 才會有那些好處 對 就三張給你自己挑 五星卡 沒錯 爽賺 這就是只要是 反正不管你是哪一種玩家 老玩家 或是說已經本來最愛玩的玩家都好 都有的獎勵這樣子 那其實這邊的話 獎勵的話就比較針對是在水晶跟ESB的部分 因為我們其實有一個ESB的交換所 然後那個ESB的交換所裡面的怪物 它其實是需要很多ESB才能換 這樣子 那我們最近本來就已經有推出 像Grandstand 對 那種試煉攻略王的活動 它已經本身有送了 可是我們想要加快玩家 可以獲得那個很強力的怪物的速度這樣子 但是這裡還有一件事情就是像上面寫的 第一點 就是活動方式的那個 活動方式 登錄累積一天送一張怪物交換券 再登錄三天再送第二張 所以還有額外的是不是 對 沒錯 這交換券就是跟剛剛那個交換券一樣 就是變成說 你到時候 因為剛剛的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是針對回鍋的 所以我像我如果平常有在玩 其實我不算回國玩家 現在講的就是等於說 我平常你自己有在玩的話 其實在活動內 反正我就最多可以再拿兩張 對 其實就是如果你是回鍋的玩家 你可以拿到一些 你可以拿到這些東西 那同時就是 我們現在遊戲中持續在玩的玩家 也一樣可以獲得禮物這樣子 所以回鍋玩家最多可以拿到五張那個券的意思嗎 對 沒錯 最多可以拿到五張 蠻好的 好不好 那就是一個改版的資訊 還有送很大量的虛寶 而且也不用抽了 登錄就有了 對 就等於是 就是我們就準備一些改版好理 以這個改版的名義 就是希望再送一些回饋給玩家這樣子 對 真有心耶 我現在已經很少玩到這種遊戲了 可惡 我現在玩的遊戲都讓我氣了死 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介紹剛剛提到的這個專主角色了吧 好好好 那我們有一張圖卡 就是這個角色的 先來看一下 剛剛是有講說說我們就是我邀請人家回來玩 我可以獲得這張卡片的20的魂力 我最多如果邀請到五個人 就是滿魂力99魂 99魂就滿魂力了 對 就是這張卡片 就是這隻艾迪波德社 是嗎 對 好看到 其實這個艾迪波德社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屬於 就是 台版專屬角色 台版專屬角色 然後 它其實就是我們某個知名上司的名字的 你可以直接講出來應該是沒有 我想是沒有這麼尷尬的 這是我們的製作人Eddie 一個角色這樣子 製作人的化身 對 在原書物語的這個化身 這樣子 這個波德社是哪一個音譯嗎 波德社就是producer 製作人 製作人 producer 不愧是我們艾迪的化身 直接化身成一隻 這樣子 哇大條件了 它的技能是十字一字跟兩個半合 然後特別的是這張卡片算是六星 所以它的攻擊力啊 血量算是比較 跟一般的卡片比起來算偏高一點點 對 所以還是就 滿是強力的 限定卡片就對了 不愧是我們製作人的化身 有點 不能把自己弄得太那個 太不像話 可是好像有點太強 那什麼時候會輪到副製作人的化身 是不是 這個可能機會不是太高 我是蠻想的 有這麼一天如果製作人就是你知道 比較辛苦了 或許就有機會了 好 不好說是不是 有點尷尬 我沒有聽到 好那我們現在直接要來示範一下 我們的角色 新角色來打入新關卡 對 好 那我這邊 我還是大概的先講一下這個角色的特點 對 那其實 這邊字可能有點 有點比較小 我大概講一下 它第一招就是一個十字 然後它會在那個角色上面 上一個一個招式叫做魔鬼 可是我是覺得可能觀眾有些人還不太了解那個技能是什麼意思 要不要稍微解釋一下 對我現在就 就是我們在遊戲裡面排出它上面的圖形 就可以發動它的技能 它技能是這樣發動 不是說你去按啊這樣 所以你只要排出它那個裡面那個圖形 它就可以做發動 對 然後所以一張卡片它就有三招技能 那代表說 我在場上我那一回合所拍的圖形的不同 也會取決於說它發動的技能是屬於哪一個技能這樣子 對 所以我第一招的話就是排一個十字嘛 它的技能叫做魔劍烙印 所以就是被這招打到的人呢 他身上就是會有一個特別的印記 印記 對 那它的第三招呢叫做滅雀之劍 那它的技能就是說 如果你身上已經有烙印的人 在被我的滅雀之劍打到的話 你就會直接受到99999 99999的 強力傷害 這樣子 那它的第二招呢就是 對敵人全體發動攻擊 然後在同時回復我方的HP這樣子 吸血劍 對 有點像這樣子的感覺 那這隻我覺得它的強勢主要就是說 你在打一些試煉的時候是 可以很快速的去打倒你的 打倒這些BOSS這樣子 那同時下面有一個 這個是混零 對 它會有一個全狀態異常起的耐性 那這個東西就等於是說 你只要 針對試煉的部分 對 試煉的話就等於你帶一隻 就等於是 你要抗毒抗麻痺啊 然後 通通包版 對通通包版 你只要帶一隻這樣就已經 全部都50%了 不愧是我們限定角色 對 限定角色 對它只要你邀請滿五位玩家 就可以免費獲得 對 那只要如果說 譬如說這個關卡 是它需要抗毒的 那我就配合另外一隻抗毒50%的 這樣就滿100%的 對 那它同時 這很誇張欸 對 那它同時有一個 替身人偶 那這邊可以看到 它就是寫說 遭受致命傷害的時候 仍有一次機會HP勝1 簡單講就是如果它被秒殺了 它還會活下一回合 超跟進 對 就是類似這樣子的感覺 沒錯 所以它其實就是針對 針對試煉特別打造出來的一個角色 試煉特化角色 沒錯 好的 所以某觀眾問說只有邀欄玩家才可以拿到嗎 有沒有可能之後再推出什麼活動 是可以獲得的這隻角色的 目前的話我們的規劃是 因為這個角色我們就是 因為它其實是 像剛我們看過它的能力其實是特別強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 沒有規劃在其他的活動中 在送付這個角色 還是希望大家去 還是希望大家去 執行我們的這個 參加我們的活動 然後讓 盡量來獲取這個角色這樣子 對 除非哪一天製作人不在 欸 欸欸欸欸 不好說剛明講啦 希望大家越有頭再有頭 好不好 對對對 我什麼話都沒有說 這應該是都有機會 我什麼話都沒有說 也不是 但如果大家討論得很熱烈的話 他可能就覺得說 那這個產品真的是錯的 對 因為就這一次改版看起來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元素物語還蠻尊重 那個玩家的意見的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很想要這些角色的話 你們不妨就在我們的官方 灌爆粉絲團 對就一直灌 就是盡量刺出啊 拜託官方就是讓我們回鍋玩家可以拿到這樣 這個太柔性了 要激烈一點 激烈一點是不是 灌爆他 之類的說不就有機會了 對對對 好事不宜遲 我們來看看到底有多強吧 好 來打一下我們的新關卡 是不是 那 其實 我們現在就直接打一個 就是 其實現在遊戲裡面也有的試練 然後來看一下說 這個角色是該怎麼運作這樣子 對 好 那我們這次要打的關卡 就是我們的 布倫希爾德 好 沒錯 沒錯 那其實這邊也可以看到就是說 左邊的這個部分 嗯 其實他這邊的字應該是沒有改到啦 這邊應該是團隊的協力共鬥這樣 團隊協力共鬥 欸這個畫面好像也變了 之前沒有 不是那個畫面 對這個 因為這個 有多了一個團隊的關係 他其實也會有 也有修改這樣 是不是該我 上場啦 沒錯 現在是要雙人 怎麼開啊 剛剛沒有兩隻手機 這隻手機不是我 我想說你有兩隻手機 這麼厲害啊 以前都一個人啊 真的 自己玩 對 現在終於不用了 對不起大謝 對 工作很多 要帶兩隻手機 欸我有找到找了 我現在要進來囉 欸 喔進去了 對 那其實這邊就可以看到旁邊有那個 好友效果四倍 好友效果變四倍 那個部分 掉落率的部分 好啊要怎麼怎麼帶 就帶 我帶 我帶這樣子 欸 那我 我要帶哪一隻啊 這樣子好了 可是這樣沒有補血欸 現在 好隨便 隨便 對我們要展示這個角色強大 我們是不需要補血的 好吧 團隊能力發動 對 就是因為有一個好友進來的話 就這個暗屬性可行20%這樣 所以好友會有發動的話 對於暗屬性 而且這個好像是 如果我要全部都光屬才有 如果像我把這隻拿掉 我用一隻紅色叫做活屬性 呵呵呵 沒有這個加成 它變成它是用 另外一種加成 可是它這個加成就沒有那麼多 沒有這麼屌 因為看得出來其實感覺 這一種看起來比較兇 20%好像 而且我們 因為我這個關卡就是在打暗屬 對 你打1000滴變成1200滴這樣的概念 對 而且聽說兩個人是這樣 好像三個人四個人會更好 沒錯 四個人就到40% 兩個人就是20%這樣子 對它如此 它還是有多點朋友比較好 對啦 是這樣 如果你到時候就是 多買一點手機 只好這樣子 大家多找一點朋友 聊天室有朋友在哭哭說 沒有認識老玩家怎麼辦 這時候就是可以上粉絲團 或者是討論區啊 論壇啊 然後去找 因為相信有一些老玩家回鍋 他如果被邀請 就可以獲得我們剛剛得到的那些東西 他也不希望被邀回去玩 對 或者是像我們遊戲一樣 是 無所事事 你可以抓他去玩 是不是 我們遊戲應該也是用玩的 我問你幹嘛 我可以來當人頭這樣 好不好 當個人頭這樣 是 好那我們可以開始進行遊戲戰鬥了 好 他會說我當時不玩 就是為了今天這一步 沒錯 回來啦 我布這個局布了兩年之久 這個畫面是不是管人 好看起來很酷喔 能力發動 能力發動 進去嗎 OK 好那 開戰 這邊 我們現在在等我 因為我剛剛手機不小心 自動保護了 關掉了 現在是要等他連線回去 對我連線回來 很快就 好有了有了有了 你的回合 像就是 我們小卷第一個回合 他由他做先開始 好 對 那這邊的話 我就先看一下 先排一個就是 反正前面 小怪 不用緊張 對 我就排一個第二個招式 這樣子 我就笑笑不做話 對我們第二個招式是一直線 好 一字招 欸 在排的時候你就可以去看他的資訊 對 以前的話這個部分是沒有辦法的 以前那好像是你在動的時候 他是規定說 你就是只能看他在幹嘛 感覺有點煩悶 現在終於可以做點別的事了 對 現在終於可以做點別的事 那現在是換Gavi在 因為有時候協力 可能我對那個怪物還不是很熟 但是 這個 欸協力進來 我是好像第一次看過這個怪物 我不知道要怎麼跟他配合 那這個時候我就可以趕快來 看一下他是什麼技能這樣子 完全靠我們一字斬隊在Kia 對 因為前面的小怪就是比較多 蔡冰 可以用表情 好了 唉唷還有表情喔 增加好感度 可是這種表情通常都沒有罵人的齁 很多遊戲都這樣子 都沒有罵人的 不是很適合 對大家玩溫馨一點 溫馨一點 可是我覺得如果那種 有如果可以罵人的話 我覺得那種用錢一定也會有人罵 真的 你在幹嘛 會不會玩啊 會不會玩 賣100塊一定對嗎 我不想按掉了 你來發動一下 對 因為現在進王關 我要發動他的第一招 你要發動一個十字什麼 摟印是不是 魔劍烙印 所以我現在要先排一個小十字架 然後其他的地方稍微消一下 拍點combo是不是 combo 來了 魔劍烙印 他繞了 你看他說王的血量上面是有兩個狀態 第一個是他自己的能力是幫自己上防禦的 對 因為我們是最左邊有防禦的那個 那有四個在的時候王的防禦會非常高 我們打他傷害就沒有那麼高 對 然後他第二個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印記 對 那我們現在 因為那個 豬子不夠的 對 豬子要 旗子要六顆 對因為我們要發動他第三招 要六顆 所以我們就先消一下 這樣子 唉唷被變更了 我還是夠 光其夠了 我是直接就可以拍他的 開個9999的意思嗎 對 因為像我剛剛講過說 因為有防禦核心 所以王他本身的防禦力非常高 所以我可以利用這種 因為他剛剛講過 他第三招是固定傷害 可以看一下 他是固定打9999 所以導致說我只要排出的技能 不管王的防禦 就等於說我這招技能是針對一些特殊的關卡 王防禦很高啊 或者是王怎樣 滿什麼挖鍋小的 然後就會有 額外的比較好用 就一擊死耶 對 經驗值還兩倍 雖然已經滿了 對那其實這個界面的話 就是如果已經有在玩我們遊戲的玩家 其實也可以發現說 這個界面其實他也是有一些改變的 就是他的畫面結算 這個結果結算畫面也是有經過優化這樣 比較美 對那你甚至 這邊可以看到一起共鬥的玩家 然後這個 對結算畫面的地方 他其實會計算得更清楚一點 就比較炫砲了 對簡單來講就比較炫砲沒錯 還有炫砲分 對還有團隊分數 那像這邊的話 你可以再點一下右上角 又可以再回去看說 你是有跟誰一起玩這樣子 你甚至可以再點進來看他的相關資訊 方便很多啊 對 都是相當良好的改版 可以 沒有多一個寫性功能 你剛剛到底在幹嘛 就因為你那一步 真的耶 補一個這個私信功能 我覺得日版的遊戲 好像比較難做到這個程度 好像還是有啦 只是跟這個遊戲本身不是這麼相相符合 好 順便看哈蒂斯出來秀一下 好 以上呢就是我們的這個限定角打一個關卡 可是剛剛好像沒有看到戰鬥兩倍喔 我現在可以在 好像 因為戰鬥兩倍 它這個東西 它是在 你在自己 對你做在自己 它才可以 所謂的自動戰鬥 對 它有自動戰鬥好像 因為以前之後那時候都 欸像這個沒有 好 Auto 右上角出現一個Auto 對 我們本來就有Auto啦 只是說現在有一個程 我們先看一下原本的速度 是怎樣 OK 快快 如果你覺得快的話 那兩倍就是真的非常非常快 終於可以再進化了 兩倍那個叫外掛 我真的 你讓你們看 你們自己看到那個 你們看到那個時候 你們真的第一眼的想法 就是外掛兩個字 好我們現在 兩倍 太快了 對 對 連LZ 你像是看都很明顯 自己心裡是兩個字 就是那兩個字 真的 連LZ都會玩了 為什麼 這樣還開自動轉 跟開自動轉出實在有點像 其實差別在於說 因為像我們有一些活動 它是真的需要弄 可是 如果說你要 因為那種 像我們五戰神活動 它就真的是 很需要你一直去打關卡 那其實這個東西 它其實是加速玩家 遊戲的進行 但是它就也限定說 你自己玩 這種自己挑戰的觀卡 才可以這樣做 對 而且它真的要花太多時間了 對 而且自動戰鬥 它其實蠻笨的 對 因為它沒有辦法 你沒辦法 就是 它有時候會做 快捏出你想要的 對對對 大概或者是最好的 combo這樣 沒錯 好還不錯 這是一個很良好的登記音速 對於獸有這種壓力抗敏的東西來講 終於不再這麼有壓力了 好的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這個小卷為我們帶來的 這個 元素語的改版資訊 我們要結束了 還是要請兩位PK一下 時間到我們等一下 還有五分鐘 還是我們最後再來一下 最重要的那個 活動 活動 對 活動再宣傳一次 好 OK嗎 可以播 我覺得可以開大會模式給大家看 剛剛畫面好像大會模式 對 因為其實剛剛本來想要 Cue一下這個大會模式的這個介面 好 那不然我們最後看一下大會模式的內容 好 那我們剛剛其實有講到大會模式有分那個初級跟上級 然後因為我這個帳號目前它等級比較低一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上面寫CD 對這個是初級的部分 那 在進大會模式講之前 我先講一下練習模式的 也就是 剛剛有講到 比較針對新手的部分 那在這個介面上面其實有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競技場新手支援報酬 那以前其實是沒有這個東西 我點進去的話可以看到說 只要我拿到幾勝 我拿到幾勝的時候 你可以拿到聖女生的 就是報酬變了 它報酬變得好很多 它其實主要是幫助一些比較新進的玩家 就是跟到玩家之間的差距 那你看像上面一點可能 你只要22勝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5隻拿破了 那其實這在對幾個月前的玩家來講 其實是 不可能的事情 對其實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它其實競技場的金幣並沒有那麼的好賺這樣子 現在就直接變成獎勵送給你了 對就是你只要再練習 這其實主要是鼓勵玩家 大家盡量去打競技場這樣子 然後就是往大會模式那邊走 也要如此 對那我現在來講一下這個大會模式的部分 大會模式 對 好那這邊的話 變最多的是哪一個 對因為我們這邊 其實這邊是主要是一個開發站 所以這邊的內容 剛剛那個畫面就是它還是空的這樣子 那我來講一下就是 比較大的改版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這個東西它有點像一個日曆 日曆 對約曆 真的是簽到表 對它其實就是一個約曆 它有點像每日簽到啦 簡單講就是 你每天呢 只要在大會模式中拿下一勝 那它就可以像蓋印章一樣的東西 可以在上面蓋印章 那你在那一期的全國大會的這個排程中 你能拿到幾個印章呢 它就會有一個對應的獎勵 對 那這邊正式上的時候會是中文的 對那這邊是目前還在 測試 對還在測試開發中這樣 那可以看到你拿幾個印章 你就可以拿到對應的獎品這樣子 所以每天有來玩一勝的話 就可以換到很多獎品 對 沒錯 那再來就是 關於這個卡片的部分 其實也有一些改變 嗯 那現在這邊呢 可以看到就是 目前我們的機制啊 就是說 不管你是在哪一個等級的玩家 就是你只要去打競技場 然後獵殺15個人頭 你就可以拿到5張卡片 對 那它現在針對這個部分有一些改變 就是變成說 你C級呢 可能需要打的人頭變少 譬如說C級打5個人頭 你就拿到3張卡片 然後B級 可能拿7個 10個人頭 你就可以拿7張 8張 5張卡片 類似這樣 所以它應該有那個吧 對 這邊其實有寫的比較仔細一點 它是比較小一些 對 因為應該說以前我們打競技場 是它有個最初獎勵是 你就是擊敗5隻怪物 嗯 就是人家卡片不是可以拍4隻上場 你打2場 如果殺掉5隻的話 它會給你就是 5張能力卡的獎賞而已 對 那就是殺5隻得5張卡片 那現在它就會變成說 你的階級越高 它送的東西越多 對 就是獎勵的部分其實是 對 對老玩家來講 其實是變得比較多一些 是更多的 對 新玩家進去也不會這麼困難 嗯 就是 都是向上調整的 因為它的門檻 其實新玩家要打到獵殺15個人頭 是很困難的 所以它把它的門檻降低一些 但相對的給它的卡片數 有變少一些 但是整體來講的話 它平均還是變多的這樣子 總之還是比以前好 沒錯 不錯不錯 就是比以前好 就是比以前好就好 好不好 不要一個改版什麼都不一樣 對 好那這就是我們這一次大會模式之後 兩天後的改版 會增加的內容 好不好 那我們右下角 不見了 它剛剛一直有4號 就是送給大家鑽石的 對 就是 水晶這個部分 就是給 好這邊來了 嘿 對 加3萬魔力是經驗值 給怪物升級的 其實3萬魔力看你要怎麼用 因為這遊戲裡面的魔力用途很多 你可以拿來養怪啊 拿來進化的時候 提升魂力啊 或是你甚至要拿去轉蛋 也是OK的這樣子 這麼方便 對所以這就是看 玩家比較喜歡 反正就給你3萬自由運用 對沒錯 好的 那這邊這一part差不多了 好不好 這個元素物語 大家喜歡自己下載吧 是的 沒有 你打他錢 你又幾百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這邊感謝 嘎明跟小卷 然後現場幫我們大家講解 好不好 那我們這一part就先休息 再見 好 拜拜